闫丽婷结婚7年,婆婆代谢妇孺女儿,结果她豪迈一句戳破婆媳假象,被网友推爆。 女星严丽婷与球星老公张志峰结婚多年,一项犀利的她在脸书分享婆媳相处之道,她快人快语表示,奶本来就不是她,婆婆,生的啊,为何要把奶当女儿? 强调要将心比心,做好自己本分内该做的就好。 严丽婷假给张志峰7年,生了头好壮壮的儿子威尔森,她在脸书分享近日跟好友讨论婆媳问题,说自己看到一则广告,内容恰好说明了婆媳坚因价值观不同的相互过招,以及老公当家心比前的为难之处。 严丽婷很实在地表示,很多女生嫁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,认为婆婆没把自己当女儿看待,她直言,奶本来就不是她生的啊,她为何要把奶当女儿? 男友为了她做了多了不起的事吗?难道男友把她当自己妈妈吗?也表示很多事情无法改变,妻妇只能将心比心,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就好。 其实严丽婷跟婆婆的关系很好,因为她知道没有婆婆就没有老公,她常告诉自己要感谢婆婆,不管有没有把婆婆当成自己的妈,毕竟婆婆就是长辈。 身为晚辈被媳妇尽该尽地笑道,如果还是有问题那就是没有缘分,只好保持适当的距离。 最后严丽婷点出了婆媳相处的要点,她说,生活中也该多点智慧处理就看似难解的习题,当然老公这平衡目的角色也相当重要,努力学习增加智慧,相信明天会更好。 跟所有做人媳妇的女生们共勉之。